明朗有几件事情真的太有趣了 我一定每次看到都会先大笑好几声 然后才能够继续看下去 比方说蔡适应有一个在立法院最新的提案 提案是在选举公报里 不列学历 快把我笑死了 就是说她也是其中一位在学历上被检验的 她怎么好意思自己提这个案子 她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就是我觉得做人总是有点羞耻心的吧 怎么会自己提 你就是请你的同事提也就已经很糟糕了 然后如果你是连署也很糟糕 你还主要你还去提案她 我觉得好夸张哦 那这样子这难道就是明镜拿检讨吗 那这段检讨的很到家很彻底很到位 就直接说对 因为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学历有问题 论文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学位都被撤销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直接无缝接轨 把学历这一段全部拿掉 不告诉你就没事了 以后就没有问题了 就好像高端的审查 所有的这个购购资料 不告诉你就没问题啊 然后重点是她在选罢法 为了要排黑 告诉大家说我明镜反黑 然后我一个做法就是修排黑条款 除了偷偷摸摸 把类似这个数位中介法的条文 塞进去之外 然后就塞了这个耶 就是说要列前科不列学历 对她塞了三个 一个是呢数位中介法嘛 一个是呢什么国安法 故意把它塞进来 然后一个就是呢 把学历内栏取消掉 那当然我觉得原本你说 选爸爸说要修严一点 然后让可能比如说 你有一些犯罪前科的人 不能参选 其实这东西 我是抱持的开放态度 但是问题是 你看民进党他就是很贼 因为他觉得名气可用嘛 大家讨厌黑金嘛 然后认为英系跟黑金 联合在一起 他们可以主动提出修法 说好啊 那就是我们可以限缩一些 大家一般民众的权利 可能你有犯过哪样的罪 你就不能参选 那这其实第一个是有违宪的遗路 那第二个是说 你里面你又添加了 这么多有的没的东西 那这怎么可能会让他 能够让你通过呢 我认为他们的做法就是 他们要塞入一些 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让他通过的东西 然后呢 国民党再出来反对 然后他们再讲说 你看国民党才是真正 跟黑金站在一起的人 因为我们提出这个法案呢 你们都反对 但事实上 他们是偷渡了数位中介法 他们是偷渡了这个学历 要把它拿掉的这个内容 那完全不符合 他们一开始所提的宗旨 那我不反对 谁反对啊 就大家一定都反对的嘛 所以我会觉得 这是民进党 他们之前的这种部署 那现在想要拿出来 顾忌充施 可是我觉得 这几年下来 慢慢大家对于 民进党的信任感 是在下滑当中的 然后大家的查证的 查证的技术 跟这种质量 我觉得也提升很多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样子做 反而变成一个笑柄 让大家觉得说 你们就是因为民进党 2022年 因为学历事件 滑铁炉 所以你们现在干脆 直接把学历内拿掉 那这是 真的是让人笑死 你刚刚讲到信任度 政府公信度 像政府公信力 现在几乎是零的情况之下 我们待会回头 就可以来聊 这个凤梨书事件 但是呢 其实我 我其实个人是反对 所谓更生人 只要前科 你就不能够 参与公共权力 不管是参选 被选取等等 各种的权力 这是宪法赋予的 这样你会让 一些真的在社会 贫穷线下 或者是真的 弱势家庭 他可能年纪性 轻或小时候 不懂事 就算是 不管是 他的社会阶级在哪里 尤其是在社会阶层 比较低 接中下的 这个家庭里面 容易有可能 不小心误触 刑法 他搞不清楚状况 一旦犯了 最没有机会 我们本来就要 持夺公权 你在持夺公权的期间 你本来就不能参与 不能够有选举公务的行为 对啊 那你在持夺公权之后 那你就应该 回复成一般的 公民的心态了 所以他这样子的条款 是有违线的问题的 再来我们所指引的 阴系黑金 并不是说 这群人去参选 我就问 黄尘国他有参选 他有这么大的权力 让这个 我们当时讲说 在2022年 有一个很重大的事件 是郭哲敏 郭哲敏 他涉及到的 这种非法的一些 地下会队 不法的案件 然后他的合伙人 他的共同伙伴 林秉文 被逮捕之后 那出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见黄尘国 为什么要去见黄尘国呢 我们想当然了 一定是 他有很大的权力 可能可以去协助他 不管是说 做官说 或是做任何 其他的一些举动 所以你才会想到 你要马上去见他嘛 那黄尘国 他只是前国策顾问而已 但他却 让这些社会上面的一些 可能有犯罪 包括总统 对 犯罪可疑人士 他们认为说 去找他是有用的 那你修了这个选拔法 能够约束得了 黄尘国这样子的人吗 完全没有办法 约束黄尘国这样子的人嘛 所以这就只是一个 打假球的一个法条 然后只是一个 想要去掩盖自己 这样子的一个黑白 两道共谋利益的行为 然后去做出的一个 其实并不是太合理的法条 想要跟社会大众交代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剥夺了一般民众 宪法赋予的权利 然后来符合自己 政治的利益 说打假球也可以 或说模糊焦点 搞错重点都一样 都只是为了让民进党 合理化 准过去 所以反而 让其实真正躲在后面 掌握整个 哇 佛地摩一样 政治权利的人 把总统都可以玩在手掌里 还是互相互为所用 重点是这个权力 是在谁所上 权力所在的这个执政党 或者执政团队里面 他们用这些 不是参选 其他手段 在控制的 整个台湾的政治局势 管不了啊 是啊 所以他们应该 从他们自己党内 开始做管理嘛 对不对 就像黄成国这样子的人 还能够做他们的中职委嘛 那是不是要先从党内 他黄成国不是说 他可以自行调查 那请问民进党 现在开始查他了 没有 完全没有听到风声嘛 他一喊说 来呀我自行调查 就整个民进党 上上下下 没有人敢查 这就是让大家觉得 最离谱的事情 所以说最近 包括像蔡启邦 很多民进党内的人士 都已经开始抨击 蔡英文 整个这个民进党的 检讨不够 然后英系 必须负很大的责任 甚至连罗志正都直指说 陈明通应该要下台嘛 陈明通应该要为 2022年的事情 去做一定程度的负责 类似这样子的话都出来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们自己民进党内 是有一个茶壶内的风暴 因为他们要处理的这个事件 真的这三个月以来 真的是太多了 但显然我们现在目前 是还没有看到任何 感觉合情合理 正常人会做的做法 中东景呢 一般来讲 效率很少这么高的 对呀 才刚选完 非常高效率的 不止在起诉 这个他的相关条 说有涉及会选的部分 是在12月14号就进行的 结果随即 昨天短短的时间之内 直接提起了当选无效之数 其实一般检方没这么快 而且还有很重要 当然无效之数 一般比较多是 厉害关系当事人提出来 检方提出来 当然除非有些特殊 重大的暗游 否则几乎也很少 会有这样做的情况 对比起我们屏东 县长苏清权 他光要保全证据 被驳回 驳回再驳回 那么想要当选无效之数 他有重大瑕疵 提出来的证据 现在还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机会 都不知道 遥遥无期 是不是落差也太大了 我看到中东警 他们方面的说法是说 他们所讲的那个人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那我不管他是真是假 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中东警 没有办法代替他发言 但是这个速度 以及最近他这种 你看很少检察官 直接提起当选无效之数的 那都是说 你可能是有 民事诉讼嘛 或者是 就是你有可能 贪污的问题 会选的问题 你可能会用 这个方式去提 但他这次是直接 快速的去提 当选无效 那当然就会让大家 有疑虑说 是不是继高宏安之后 又有第二个 被追杀的目标 跟对象了 这个政治目的 都非常的明确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 谢谢大家